5月22日至23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及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的国际法贡献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此系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近500名专家和代表参加会议并进行了热烈讨论。 专家们认为,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为中国融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打开了大门,为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加入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累了有利条件,为中国接受并参与制定国际法规则提供了广阔平台。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了国际法的内涵,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黄惠康在接受中心设计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推进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许多国际法的领域,特别是推动国际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体,共同体方面,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对于下一步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法建设,黄惠康给出了他的建议。 那么在下一步,我们在国际领域要进一步地来宣传推广中国对于国际法治建设和国际治理变革的思想以及方案,贡献中国的智慧。 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地用好法治武器来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 与此同时,我们在国际关系中需要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敬认为,当下中国法治的国际传播也很重要,要用受众更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 用一些受众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来传播中国法治。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传播的内容方面,要精挑细学。 我们要把我们中国法治里面取得的成绩,进行科学的总结,科学的梳理, 真正能够走进世界的中国法治的实践,中国法治的探索,能够告诉世界。 第三点,就是在传播方式方面,我觉得要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传播。 特别是现在,多媒体、永媒体、自媒体发展非常快。 我们要借用新的传播方式来开展中国法治的国际传播。 会议期间,与会者纷纷表示,在世界经历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 中国国际法学界将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为契机, 继续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为维护和发展国际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